鼓勵生育 減輕負擔 鼓勵生育 減輕負擔 挺著大肚子的媽媽們 沒能好好在家安胎代產 還得上街頭向政府理性訴求 因為什麼都漲就薪水沒漲 生育孩子實在好辛苦 保母們現在你 你假如說全職 給人家全職都要兩萬五 最少都要兩萬五 對啊 那你假如說 補助 補助個一萬一萬五 那你還有一些小朋友的費用啊 吃啊 用啊 其實也不多耶 所以壓力很大 很大 對啊 經濟壓力真的會讓人 不敢結婚生小孩 像這位媽媽33歲結婚 34歲才要生第一胎 是名副其實的高齡產婦 會考慮到這個層面就是因為 想要存到一定的金額之後 然後再來結婚生育 因為結婚必須也是開銷 生育之後負擔更大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也有考慮到 才會想說經濟能力足夠的時候再生育 這剩第二個 你一個什麼一個一個誰 對啦 我想嫁孝賴生啦 不過她說媽媽不好啦 我想說希望政府可以說 把年輕人一個誘因來補助 提高他們對生肖有興趣啦 台灣少死化問題持續延燒 總統馬英九也說 這已經是國安問題 而眼看台北市和新北市 有每台兩萬元的獎勵津貼 連孕婦產檢都可以補貼計程車費用 反觀台中市對孕婦補助有限 市員李立華要政府加把勁 很多的檢查都要自費 希望說政府這一塊能幫忙 還有就是孕婦 懷孕的時候有很多的不適啊 不舒服啊 多出來的開銷 所以像吃維他命啊 補充鐵啊 鈣啊 這樣子的費用也不是很多 如果一年裡面 政府能增加個一萬塊左右 對每個孕婦做這樣的補助措施 我想啊 也是一種鼓勵生育的好方法啦 孕婦從產檢 營養品補充 到生產後的養育 處處都要花錢 是否鼓勵生育 應該有更具體的補助措施 鼓勵生育 減輕負擔 簡單八個字 說出準媽媽們的心聲 記者 吳亦婷 台出所報導